吴先生47歲 是一位常年的憂鬱症患者 勃起功能在憂鬱的 併發症裡緩緩出現 老婆先她不夠硬 她自己也覺得丟人 所以她說再不治療 這輩子就過完了 其實5年前 吴先生的身體狀況很好 可以一晚多次 而且有自信 讓每個女人都高潮 那種征服感到現在 還是很難忘 不過自從生了二女兒後 老婆的脾氣就變得很壞 小孩不乖 吴先生也跟著中槍 翻臉跟翻書一樣 讓吴先生不時的警覺著 甚至完全沒有信譽 有一次吴先生去酒店玩 有一夜勤的機會 女生吻了她 但吴先生竟然 下意識的立刻推開她 因為她發現自己下面 根本沒反應 這是典型的心理勃起功能障礙 而且已經從特定對象 蔓延到不分對象了 但其實吴先生勃起的狀況 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反而是一硬就想射 所以應該是屬於早洩症狀 但吴先生卻堅持她的問題 是羊尾 唉 很多人都自以為 可以判斷就是不願意相信專業 如同吴先生一直覺得 只要做得了愛 老婆應該就會 再度變回之前的小綿羊 但身體最誠實 經過一連串的練習 雖然吴先生的性功能 已經恢復 但對老婆的性慾 卻沒恢復 問她還要繼續忍耐嗎 她說只要還可以過 就湊合吧 忍耐的性生活 會活過來嗎 看來只有時間 才能證明了 天啊 如今 感谢观看